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香草热爱田园生活的尼克 在关手的影片之前 请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下小铃铛哦 我的影片里面有好多是介绍香草 蔬菜水果香花对不对 那你猜哪个影片是最多人点阅啊 很奇妙的 我虽然是专门经营专门介绍香草植物 但是啊 马铃薯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作物啊 好多人点阅我马铃薯的影片 你们可以点阅看看哦 我有把马铃薯分为上级跟下级啊 今天要再来介绍一下马铃薯 是因为啊 我的冰箱有一个马铃薯是上课要用的 后来因为我冰很久 那又冒出芽来了啊 像这种已经冒出芽的这个马铃薯啊 就不拿来做使用啊 这个就可以拿来种啊 那一个芽点啊 这每一个芽点都可以把它切成一小块 用那个刀片切一块一块 或菜刀切一块一块 然后我会等那个切口啊 干掉后啊 比如说隔天或第二天后啊 再把它种进土里面 那这样就可以长出很多马铃薯 就像我前面那个马铃薯上下集所介绍的一样 那复习一下重点啊 就是马铃薯的话 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一般栽培就是买这种市售的马铃薯 但是他可能有做过一些处理 他不会发芽 可是放久了 他就会发芽 他这个就是放在冰箱超过半年 他就发芽了 那发芽之后 你可以把它切一块一块 有个芽点就可以切一块 不要太小块 然后等那个切口啊 干掉后啊 再把它种进土里面 他大概一个星期后就会冒出来 它是茄科植物哦 所以说它长得会有点像番茄类的样子 他大概两三个月后就可以成熟了 切块后的马铃薯 我把它种在这里 然后芽点朝上 那不久后就会越来越多绿叶长出来 哎 经过一个多星期 马铃薯冒出新芽了 只不过遇到最近寒流 所以长得很慢 那种植树要注意的就是说啊 我们选择的花器啊 要比较深一点 因为我们马铃薯是采收土壤下面 一球一球的马铃薯嘛 所以说记得那个花盆要深一点 最好是有三十公分 或更深一点的话 那这还就是因为啊 它让它长马铃薯 然后还有就是说 未来要采收它土壤啊 竟然要松一点点 比较松的土壤 它就比较容易发育出马铃薯 而且未来采收也比较简单 就可以把它挖出来 哦 马铃薯开始在长大了 那在大概在两个月就可以收马铃薯了 好开心哦 同一个时间 这一颗马铃薯就好小颗 因为它底下的那个快根啊 已经烂掉 所以它是靠自己的力量长上来的 这是第三盆马铃薯提形 介于前两者之间 那因为马铃薯有一定的高度 然后要泥土要够深 所以我这个花盆选的是大概一尺多的花盆 那周围是空空的就可以播种一些短期的叶菜 那马铃薯是大概三个月后才会收成 那这叶菜就可以一两个月后就可以拔起来吃了 这样可以多层次栽培 那再来的话就是马铃薯有时候会倒幅啊 我们可以在上面就是长一段时间之后再盖一些土 这叫做培土 像这一颗马铃薯啊 渐渐长高啊 就可以在下面培土 就是在下面垫一层土 让它能够长得更稳固 那我觉得整个马铃薯来讲算是蛮简单的 那病虫害的话就是说 马铃薯的话 当然如果你种在户外 会有一些虫虫跑来啃食 那用一般的那个病虫害防治就可以了 影片拍到这边 这个马铃薯刚刚已经被我切块 然后已经种进土里发出芽来了 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栽培 也是我点阅率最高的 所有植物类里面点阅率最高的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 欢迎你分享与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享受香草与田园生活的美好 拜拜 拜拜